音樂 現在開始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那個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我們目前已經跟各位介紹的是 就是Io 還有Timer 還有Clock System 那再下來呢我們要來看的就是ADC 就是Analog to Digital Conversion 這個Component 那還是要你從CP的角度去看它的時候 它是一個Io Device 然後Io Device裡面要去操控它會有很多個Registers 那麼我透過去操控這些Registers 我可以去存取這個ADC的一些結果 那麼從CPU的角度來看的話呢 這些的Registers都是一個Memory的Location 只是當它送出這個Memory的Location Request的時候 這個Request就在硬體的Level會送到這個Register裡面去 所以大家還是跟前面的一樣 好 那我們今天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在ADC大概在做一些什麼事情 什麼叫做ADC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sion 然後呢我們再來討論的是MSP430裡面的ADC 有些什麼樣子的元件 然後我們看一下一個ADC的一些Code 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 好 那麼Analog to Digital Conversion 或Converter到底在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讓我們的電腦 能夠去認識我們的自然界的環境 但是我們自然界的一些現象 或一些信號 它其實都是一種類比的信號發生的 是一種連連續性的資料 但是我們電腦處理的是Discrete 是Digital的Information 所以我們就要把一些這個連續的這些信號 經過這樣一個裝置 可以把它轉換成為Digital的Information 然後呢我們的電腦 才能夠根據這個Digital Information來做處理 好 那麼我們到目前為止 大部分所學的都是 它變成Digital以後我怎麼去處理它 但是呢我們現在要來處理的 就是怎麼樣去透過這ADC的裝置 把一個Analog的信號 把它抓進來 把它轉換成為一個數位的信號 或數位的一些Information 讓我們的電腦可以來用 所以基本上這個ADC呢 通常是放在Input端 等於是讓我這個電腦去跟外界 可以做Communication用 外界的Input進來用 好 那麼怎麼樣把這個類比的 連續的信號把它轉換成為數位信號呢 那ADC基本上要做的事情是兩個 第一個事情就是去Sample 再去取樣對不對 把這個連續的信號 每單位時間去取它的這個 當時的信號的大小 然後呢再把這個取樣出來的這個值呢 把它做轉換 所以它要做兩件事情 一個是取樣一個是做轉換 好 那麼稍微講一下 什麼叫做Analog的信號 Analog的信號呢其實就是 它通常當我們講一個信號是講一個電器 就是說一個電路的信號 電路信號要嘛通常是電幅或者是電壓 或者要嘛是voltage 要嘛是一個current的一個信號 那但是呢這種的信號進到這個電路設備來 那我們為什麼會把它這個電路信號叫做是Analog呢 是因為它的這個Analog的意思是說 它去模仿或者說是類比於自然界的現象 就是說自然界的很多現象 它不見得是利用電器信號表達出來的 比方說以我們這邊這個例子來看 聲音好了 聲音的話呢它其實只是這個波 或者說是這個壓力的變化對不對 那這個波的壓力的變化 我們透過一個特殊的裝置 把這個變化轉換成為電器的信號 那這個電器信號出來的是一個連續的波 就像這邊這樣子看到 所以一個麥克風 為什麼會把我們的聲音轉換成為這個 聲音轉換成為這個電器的信號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壓力 然後產生這個麥克風的 它的裡面的這個變化 那這個變化的這個結果呢 它會產生這個電壓的變化 那這個電壓的變化就形成一個 所謂的Analog的信號 然後我們的DAC呢是在這個的後面 接收這個Analog的信號 再把它轉換成為Digital的信號 所以我們說這個信號是叫做Analog的信號 是因為它的信號的變化 是跟著我進來的這個聲音 是音波的變動 兩個是類比的對不對 等於說我音波比較強 我的這個Voltage就比較強 我的聲音比較弱 Voltage就比較弱 所以這個信號叫做一個Analog的信號 是因為這Analog的信號是跟我的這個聲音是類比的 那我們DAC要處理的是在它的後端 讀了這個Analog的信號 把它轉換成為數位的信號 所以這個關聯性是這樣子 那麼所以我們才會說 如果我今天是看一台電腦的話 通常這個是電腦的Boundaries在這邊 等於說我的電腦的這個 那這個對我來講是電腦的外面 我要跟我的自然界要溝通 那麼自然界的Input很可能是 用非電氣的信號當作我的Input 所以我需要有個裝置 去把這個非電氣的信號做它的類比對不對 做它的Analog 或是類比的 然後把它這個類比的這個情形 轉換成為Voltage或是Current 然後我們既然我們是用一個數位的處理器 在處理它 所以這邊再加一個數位的這個ADC 把它轉換成為Digital的信號 所以這個ADC在做的事情就是會把一個Input 它是一個Analog的信號 比方說是一個Voltage 連續的電壓的變化的東西 然後把它轉換成為一個Binary的Value Digital的Value 這個Input是一個連續的函式 所以這個 所以它在可以容許的這個大小的裡面 它會做任意的變化 所以它的這個變化是一個function of t 跟t時間有關 是一個連續性 但是我要把這個連續性的東西 變成數位Discrete的東西 所以我只能是在某一個瞬間 抓它的那個一瞬間的值 然後在連續的很多個瞬間去抓它的值 那麼所以很顯然 我既然不能說連續的去抓它值 只能瞬間的去抓它值 所以中間一定是有一些error會發生 對不對 所以等於說我所抓出來的這個 數位的這個信號 跟原來的這個連續的信號之間一定是有差 有差那當然就會有error會發生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後面會繼續再談 那當然我們這邊都跟各位講是ADC 實際上在電路車的設計上 通常也有的是DAC 就是把Digital的信號 轉換成為analog的信號 再送出去 所以通常DAC是一個output的裝置 對於電腦來講 我把我的數位的這個信號 轉換成為analog的信號 然後去推動什麼什麼東西 好 那麼再把這個DAC的這個conversion的這個觀念 再說得更清楚一點 比方說一個analog的信號 它是一個連續的波 比方說你可以想到的 這是一個電壓變化的值 那我們剛剛講說 我只能在固定的時間去抓它的值 對不對 這個DAC 我只能在固定的時間去抓它的這個sample 去取樣值 所以我所取樣到的 只是其中幾個點而已 所以它在這個當中的變化情形 我是不曉得的 對不對 所以通常我們的假設是說 它在這個當中的變化 是一個很平滑的 或者是一個proportional的變化 那麼其實講到這邊 所以這個當然一定會有一個error會發生 所以講到這邊各位就可以想像說 如果我的取樣率不夠高 我這個波 在這個中間忽然有一個突波 變化非常快的話 那我從這個 我的這個取樣的當中 是看不到這個變化值的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 這就是有些特別的定理 叫做Nyquist的這個定理 就是說我的取樣率 一定要跟我的這個 這個頻率的這個周期要有關係 那我才能夠很忠實的 還原它原來的波形 好 那麼這個sampling的這個值呢 就是說這個在固定的時間去量它 那麼每一個固定時間所量到的值 就是一個叫做它的一個sample取樣 我們剛才今天有看過 那麼這個 這個居然是取樣 那就會有兩個重要的parameter 就一個是取樣率 就是說我多少 多快去抓一筆資料 那就是sample per second 所以通常用hers來講 那麼多少時間或多快去取一個樣本 那這個我們剛才講 我的取樣的率不夠快的話 我可能會miss掉 兩次取樣當中的變化的情形 那我就沒有辦法抓到很完整的這個資料 那麼除了說取樣 多快去取樣一次以外 再來一個就是說 我每一次取樣出來的那個值 我到底要用多少個bit去代表它 多少個bit去代表它 比方說呢 這個是取樣率 就是說我能夠用比較多的bit 去代表一個取樣值的話 那我當然能夠表現的那個取樣值的變化的 比較細微對不對 那我能夠 我用比較少的bit去表示它 那我能夠表達的這個 這個種類就會比較少 那麼下面這一張圖 就給各位看的是取樣率的影響 對不對 如果說我同樣是這樣一個坡 一個坡的input 我如果說是每一個cycle 只取四筆資料的話 那我所能夠還原回來的坡型是這樣子對不對 等於是兩個方塊 好 方塊 但是我如果是每一個cycle 是取樣八個的話 你看我所畫出來的這個方塊的坡 比較接近原來的這個圓滑的這個sine wave 我如果是取樣16個的話 越來越接近對不對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說我的sampling rate越高 我當然跟原來的這個信號的 長得會比較像 所以我如果根據這個 所sample出來的這個data 想要還原原來的這個信號的時候 sampling rate越高 我還原的就越像 sampling 越低的話 我就對原來的那個坡型還原回去 就比較不像 好 那第二個講的是說 我到底可以用多少個bit 去代表一個每一次的sample值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我只有一個bit的話 那我只能代表1跟2 0跟1而已 假如說我所sample到的voltage的信號的強度 是在這裡 那我只能說它是要麼是1 要麼就是0對不對 那如果說是用兩個bit的話 我可以表達4種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我可以講得更精確一點 所量到的這個po的信號到底長度是多少 那如果是16個bit的話 我可以非常精準 相當精準的說它是落在這個區間 所以這個取樣率跟encoding的bit會差別的話 我們看 比方說呢我今天同樣有一個sine wave 我今天如果只有只能用一個bit去代表它 那代表就是說所有在這個正的這個信號 通通叫做1 所有是負的信號通通是0對不對 那所以變成說我所還原出來的坡型 變成是方塊坡 如果我只有一個bit去代表它的話 如果我今天能夠用三個bit去代表它 它有八種可能性 所以我把這個坡型的這個每一個sample 我就可以更精準的去說它是落在哪個點 那你看說它所還原出來的這個坡 跟原來的坡就很像 那如果今天我是用16個bit去代表 不是4個bit的話我可以16種可能性 那當然除了這個encoding bit以外 我的sampling rate也提高的話 那我這個坡型的還原就會越來越像 好 所以這邊就給各位一個感覺 就是說如果我要去把一個類比的信號 轉換成為數位的信號 我需要處理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要決定我的sampling rate是多高 第二個是要決定我的encoding bit是多少 那麼這樣的話我才可以把原來的這個信號 盡可能的忠實的把它記錄下來 那最後要還原的時候 也可以比較忠實的還原 但是我這個sampling rate越高 encoding bit越多 代表說我的電腦要儲存的資料的量就越多 對不對 所以我的電腦如果我的memory不夠大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存那麼多資料 所以很顯然這裡面就有一個權衡 就有一個trade-off需要去處理 好 OK 那麼我們到目前為止 跟各位講的都是一個連續坡進來 然後我要連續的去抓它 但是實際上當然並沒有代表說 一個dac它一定是要處理連續的 我其實也可以偶爾去抓一次data 也可以 並沒有說你一定要固定來抓 那我們下面就很快的來看一下 MSP430它的dac怎麼做 讓我們能夠去抓這個信號出來 好 那麼我們剛剛講過 MSP430它的dac它會包含幾種的converter在裡面 那麼這邊其實各位不需要太管它的這個細節 那也只是說它有一種的這個converter 是一個簡單的comparator 也就是說它把一個input的這個 這個數位類比的信號 它你看它我丟給一個比較器 這個比較器是跟一個數目字在做比較 如果說這個信來的信號 每一次sample的時候的那個值 跟這個數字很接近我就認為它是多少 所以是個簡單的converter來處理 那麼另外一種比較常用的是 是叫做successive approximation的adc 那這個是利用的binary search 我們待會會來談 所以它的這個MSP430裡面有包含兩個 一個叫做adc10 一個叫adc12 那10的話呢 它會把一個連續的信號產生出來 是10個bit的output 12的話是產生12個bit的output 那第三種的話adc是比較複雜 但是比較慢 但是它可以得到16個bit的output 那麼在我這個整個討論裡面 最簡單的就是這個adc10 所以我們後面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告訴各位說怎麼樣去configure這個adc10 然後怎麼樣用adc10來去抓信號 但是只是在這一頁告訴各位說 MSP430包含很多其他的adc 只是我們現在這邊討論的 比較focus在adc10而已 等一下 我先想看 好 你們這頭影片也是這樣子拍是不是 好 因為我後來發覺我好像有修改過一些頭影片 好anyway 反正這個我們現在看這個adc10好了 我們剛剛有講說這個adc10是個什麼東西呢 它是叫做successive approximationadc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下面這一頁跟各位做解釋 什麼叫做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那從左邊進來是一個連續信號 各位 所以是一個電壓一直在連續變化的值 我們這邊有個比較器 比較這個電壓跟這個input的電壓兩個比較 看看誰比較高誰比較低 所以這樣子 好 那麼比較 比方說這個上面這個比較高 我就送一個1進來 這個上面的比較低我就送一個0進來 這樣子 好 那這個裡面存放的是一個什麼呢 你可以想說是一個register 裡面存的就是010101 bit 那如果我們是adc10呢 你可以想說我這邊是存4個bit 好 那再下來是一個dac dac我們剛剛有講過就是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 那它在做什麼呢 它就會把這個digital的這個input 010101的等 把它轉換成為一個對應的電壓值 voltage嘛 然後把這個對應的電壓值當作我們的output出來 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要怎麼做呢 各位先想像這樣子好了 假設說我們今天假設說 我的這個我知道我的這個input的電壓不超過5V好了 我隨便講 不超過5V 好 那所以呢我就在某一個時候 比方說某一個sample的時候 這時間到我要去取樣它了 好 那我就看這個input的這個voltage 假設說input的voltage進來是3.75V好了 好 那3.75V進來對不對 那我先猜說這個進來的這個voltage呢是2.5V 我們剛剛講我的最高值是5V嘛 所以我先猜說它是2.5V 所以我就先把這個第一個bit 最左邊那個bit 最先設為1 其他都設為0 所以我猜它是2.5V 所以我根據這個2.5V這個 這個1000這個數目次 產生出來一個 根據這個又透過這個dac 產生出來一個voltage是2.5V 所以這2.5V跟這個3.75V兩個做比較 發覺比較大 所以我就說我猜對了 它一定它是比2.5V還要高的對不對 所以我第一個bit就固定下來是1 好 那我再來看第二個bit 這個時候是3.75V嘛對不對 我再設第二個bit又設為1 我猜說它是2.5V 再上去就是3.75V了對不對 好 那我是3.75V 所以就是1100000 那根據1100我把這個dac呢 轉換成為一個voltage 剛好是3.75 我發覺這兩個相等就知道說我猜對了 所以後面它的op就是1100000 所以我就不用繼續再往下面做了 OK 那如果我今天進來的比方說是1.25V的話 那我可以也是一樣先猜對不對 發覺我猜錯 那就把第一個bit設為0 那如果猜對就keep那個1 然後繼續再往下面做 所以這叫做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就是連續的去逼近它的那個值 好 那我們下面這邊就用一張圖來表達 所以就是說我進來的這個input是在這裡 好 那麼我的reference voltage 假設說我有一個reference voltage 我們剛剛講的是5V 那叫做reference 假設說我的voltage最多不超過5V 所以我一開始我先猜說 我這個input的這個voltage是 是2分之1的V reference 比方說我們剛剛講2分之1就是2.5V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就猜1100這樣子 好 那結果這兩個值一比 我發覺這個它比較大 所以我猜對了 所以我就keep 所以我就往上走對不對 然後我再猜說 它現在的這個input voltage 有沒有到達110 110是8分之6對不對 8分之6幅是在這裡 我們發覺110等於是8分之6個reference 是比它的值要高 所以代表說超過 超過的話那我就把這個bit設為0 好 然後我再來猜第三個bit 我再猜第三個bit是設為1 所以是8分之5 好 那我發覺這個bit是比它要高 所以我這個1就keep在這裡 這樣子 好 所以經過了這個三回的回合呢 我的output就是說 好 我進來的這個voltage是 8分之5個reference 這樣子高 好 那8分之5reference差不多是在這裡 你沒有很靠近這個v input 但是很接近 但是利用這個approximation 這個success approximation dac 你永遠是會比它input的值在小一點點 你看到雖然這個v in呢 其實是在8分之5跟8分之6之間 比較靠近8分之6 但是我們這樣的run出來的結果 永遠都會說 它是比它在小下面的那個scale 就是8分之5的那個reference那裡 但是不管怎麼樣呢 successful approximation ADC 經過了若干次以後 就會得出一個binary的 一個digital的output出來 好 那經過了這些程序以後 我們才做一個取樣 好 不是說我這邊 第一個是做一次取樣 這是做第二次取樣 不是 我經過了這樣子的 三個iteration以後 我才做了一次取樣而已 好 然後再又過了一陣子 我只要做第二次取樣的時候 我又經過這些程序 再取出一個樣出來 好 知道吧 所以利用這個successful approximation ADC 我就可以把一個連續的analytic信號 每一次取樣出來取它的值 然後再去轉換出來 它所對應的這個binary的code 好 不過講到這邊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目前 沒有問題 那我問你們一個問題好了 它現在經過幾個iteration對不對 我們現在只有三個bit對不對 如果我們現在講說ADC10 這MSP裡面它是 它output是十個bit 十個bit代表說這個iteration會做十次對不對 最差 當它做十次的過程當中 這input信號一直在變動對不對 那我 我input信號一直在變動的時候 我怎麼知道說我現在做到第三次 或是第五次第十次的那個iteration 我所抓到的voltage是剛才的那個 不是它一直在變嗎 那怎麼辦 你用shift register 你用shift register 那個只是在binary的地方做shift 我的input的這個連續信號一直在變 對 我們剛剛講是input的信號在變 這個信號一直在那邊變動 對不對 理論上我應該要抓的東西是說 在某一瞬間的那個v input 把它keep下來對不對 然後我後面這邊有很多個iteration在去 但是我都應該要比說那個瞬間的值 但是我們現在講說 它這信號一直在那邊變啊變啊變啊 那所以我後面的iteration 算出來的這個voltage 跟那個已經不是原來那個了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怎麼辦 所以這邊就會有個叫做s and h 這樣一個電路在這裡 那個電路的目的就是把那一瞬間的那個voltage 把它抓住 然後這個voltage有點像是 你可以說像是一個buffer這樣子 存在那裡 然後我在這邊不管做多少個iteration 這個值一直是保持不變 但是這個值後面的input一直在變 但是我只是抓某一個瞬間的值 把它keep在這邊而已 後面變就不管它了對不對 這叫做h and s s and h的電路 我們待會來看電路長什麼樣 非常簡單 好 有沒有問題目前 好 那麼我們就進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MSP430的adc 那麼我們特別是看它的adc10 但是我剛剛已經講過 它的adc裡面有很多個不同的component 都可以做adc 我們只是focus在其中adc10 好 那我們剛剛有講過 對於一個adc來講 它要做的工作是什麼呢 就是提供一個連續的 對於這個analog的input 提供連續的sample對不對 連續的取樣 然後把這個取樣出來的這個data 把它存在一個地方 對不對 連續的這個input 然後做它的取樣 把取樣的資料放到一個地方去 而且我的input的信號不只一個 我要很多個對不對 我從外界有可能不只是監控一個嘛 要很多個 因為為了要達到這些目的 所以它的adc的設計 就有一些特殊的設計 專門針對這幾個特性來做 我們來看第一個特性是 它希望是能夠對於多個input 能夠抓它的這個信號的變化 那它的input從哪邊來呢 我們剛剛講這個MSP430 它整個的包裝只有多少個pin 好像16個pin 是不是 它的pin數不多對不對 就很少個 所以我今天要把它的這個input 從外面進來的話 那我要用哪一些pin把它當作它的input 好 那它現在這邊的這個MSP430的設計是這樣子 把我們的所謂的P1X 就是P1的那些input的pin角 跟P2的input的pin角 都可以把它變化成為我們的analog信號的input 懂意思嗎 我們原來講說這個IO 我可以把這幾個pin 當作我的input跟output的那個pin角對不對 好 那它現在呢 因為我它的pin角就那麼幾個嘛 所以對於ADC來講 它也要共用那幾個pin角 好 所以呢 我如果今天要把其中幾個pin角 規劃成為做ADC的input好了 那麼那幾個pin角就不能做IO對不對 好 所以我一定要有一個方法去規定 哪幾個pin現在是要做ADC的input 它就不能做IO 所以要有這樣一個設定的機制在那邊 那設定的機制就是去設定這個register 叫做ADC10A10 在這裡面你去講說 哪幾個pin角是現在是要當做ADC的input 好 那麼你可以想說這些pin角在我的電路板上面 它可能就會接到一些analog信號 比方說麥克風進來 這樣 好 那麼我還要去設定這個ADC10 CTL1 裡面的這個東西 不過我們後面會再跟各位講 我只是跟各位講說 這邊會有幾個register要去設定 讓我把這個external的這些pin角當作它的input 等於是叫它進來 好 這是要multiple 各位要看的是多個 代表說每一個pin都可以接受一個信號 對不對 所以不同的pin它可以接受不同的信號進來 好 再下來我們希望提供是連續的sampling 等於說每固定一段時間就要去抓一筆資料 固定一段時間去取樣一筆資料 好但我講到連續各位會想到什麼 或是說固定時間要去抓資料 你會想到什麼 我一定要有timer對不對 好 所以呢很顯然我一定要有個timer 去固定時間去告訴他說 時候到了你去抓信號 時候到了去抓信號 OK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個這個timer的這個東西 跟它配合 好 那麼所以呢 這個代表說我們的timer 他們要有一個信號過來 注意這個不是說 我不是說 OK 不是 你永遠可以這樣做 就是說這個timer產生interrupt給CPU CPU再去命令ADC去抓信號 你永遠可以這樣做對不對 但是這個做就太慢了 變成說你的CPU裡面要寫你的程式 是嗎要有一個wire loop 一直去 等於是發生interrupt的時候 你的那個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要去設定ADC 然後叫ADC去讀一筆資料 那這個CPU就太可憐了 要去做這些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很顯然一定是這個 timer這邊要有一個特別的信號 直接送給ADC 時間到了這個信號就會去 trigger這ADC去讀data 好 所以這邊一定要有一個線過來 我們待會再來看這個線 那麼 而且這個timer一定是一個連續的timer 因為我要連續嘛 所以它一定是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送一個信號 每隔一段時間會送一個信號 所以我要去讓我的ADC 能夠做continuous sampling的話 我一定要去program我的timer 讓它每隔固定時間產生一筆資料 好 所以這邊我們就要用到timer裡面一塊 我們以前沒有講到的部分 就是這個timer 除了它會count 會去比較它所count的值 跟一個起先設定的值有沒有相等 它還有一個叫做output的電路 這個output的這個電路會產生信號 會drive這個ADC 好 我們待會會再來看 好 那麼當然我既然要timer能夠count 我一定要有clock system 所以我要去設定我的clock system 讓它可以去trigger timer 但是我的ADC也是需要去抓資料對不對 所以我的ADC也需要有clock送給它 它去抓資料 所以這個clock system還是會要用到 好 那這個東西我們前面總統講過了 所以這個怎麼設定你們都應該要知道了 好 那麼這些的設定 就會在ADC10CTL的這個register裡面的幾個特殊信號 要去那幾個bit要去選 選了之後就可以去操控它裡面怎麼去接收 我們待會會再來看這個東西 好 最後呢 我們需要能夠把它的資料儲存起來對不對 sample 我們剛剛講說我的sampling rate如果高的話 我每次一抓就會抓出十個bit 四個bit 那我抓出來四個bit存哪邊 所以ADC所抓出來的這個bit到底要存哪裡呢 好 一個簡單的做法是這樣子 我用CPU來幫我做對不對 等於說我每抓出一筆四個bit 我去interrupt CPU一次 然後CPU的那個service routine 去把這一筆資料從ADC裡面抓出來 然後呢再把這個值寫回到memory裡面去 我每一次通通這樣做 那資料當然都可以抓得出來對不對 但是again我們講了這樣子CPU也是非常可憐 他就每個固定器會被interrupt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CPU如果要做其他事情怎麼辦 好 好 所以這個是利用software然後interrupt來做 我可以用這個設定 那麼當然比較好的做法是我直接這邊有個通道 從ADC直接送給RAM 中間不經過CPU對不對 那如果我能夠直接這樣子送給RAM的話 那麼CPU就可以做他自己的事情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就不會比較快 而且說我從ADC抓出來的是 每隔一定時間就會抓一筆資料 這個資料量其實有時候還滿大 所以我抓出來就直接丟到DRAM裡面去 那麼剛剛各位當然知道 其實這就是類似像一個叫做DMA對不對 Direct Memory Access 等於是我從IO裝置直接把資料丟到DRAM裡面 不經過CPU來做 所以這個 但是當然他這裡面是沒有一個DMA的Device 但是你可以想到說ADC裡面有個特殊的電路 這個電路就可以直接把資料丟到DRAM裡面去 所以這個我們待會兒回來看 所以為了要完成這個ADC的這些要求 在MSP430裡面 他就提供了一些很特殊的硬體的設施 能夠幫助我們去完成所有這些工作 那有了這些工作之後 你可以想我就可以很 CPU就可以很簡單 他不需要去管太多 他只要告訴這些裝置 說我每隔多少時間要去抓一筆資料 要從哪幾個PIN抓資料進來 那麼下面的這些電路就自動就幫你串起來 然後幫你連續的去把資料抓進來 那抓進來的資料再把它放到DRAM裡面去 好 那這個直接把資料丟到DRAM的這個電路好了 或者這個機制叫做Data Transfer Control 在我們MSP430裡面是這樣子叫 其實基本上你可以想說是Direct Memory Access 好 那講了那麼多呢 我們就來看說他的設計了 那麼你可以想說可以了解說 為什麼他要這樣子設計呢 就因為我們前面講了有那麼多的需求 所以他有了那些的需求 所以我今天的設計會長成是這個樣子 好 那最左邊這邊是他的Input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從外面接收這個連續的信號 每一個PIN角就是一個 你看它可以接收一個連續的信號進來 那他除了從外接接信號裡面 他內部也會產生這個Analog信號 裡面最容易使用的是一個溫度計 這個溫度計會產生一個連續的這個Volt 溫度計 這個溫度計呢 他會產生一個連續的電壓值變化 那麼當作我們的這個Analog的Input 我們後面的實驗就會用這個東西 好 那當然各位永遠的我們都可以說External External這些信號是從那個PIN角進來的 你可以設定 好 那這個Voltage這個信號呢 當作一個Input 它是一個連續性的信號 那這個信號進來之後 我們就會進到這個電路叫做Sample and Hold的信號 這就是我們剛才講的S and H信號 這信號等於說在某一個瞬間 把那個時候的那個電壓值把它記下來 這個記下來以後 那我就可以利用這個Successive Approximation的這個ADC 然後等於是利用一個幾個Iteration 去把這個信號做解析 算出它所對應的這個Binary code 好 所以這裡面所存的值就是那個一瞬間抓下來的值 抓完了以後呢 後面的值怎麼變化就不管了 那些那些值不會影響到我 所以你可以想說這邊是有個類似像一個信號的Buffer 好 那這個Buffer存下來 那我經過這個SAR的一個Core 整個一個ADC的Core 然後去產生出來一個10個bit的這個data 這個10個bitdata出來呢 就會放在這個ADC式Memory裡面 所以你可以想說這個就是我們的ADC的結果 Digital的結果放在這裡 好 所以這邊產生出來的結果呢 就會產生一個Flag 這個Flag就可以去interrupt我的CPU 然後我的CPU就可以用Software的方式來讀這一筆資料 就是用Software的方式來做 我們待會再來看用硬體的方式直接來存好 好 那麼上面的這邊一塊呢 其實是叫做一個Voltage的Reference Voltage Reference就是說 我們剛剛有講過 就是我的這個Analog的這個信號 我們要去跟它跟某一個Reference值做比較嘛 對不對 比方說我今天的Reference值是2.5V好了 那我就要看我進來的這個連續性的信號 跟這2.5V到底差多少 對不對 然後根據這個差值去設定我們的這個bit 好 那這個Reference可以從哪邊來呢 我可以從外界進來 等於是我從MSP的外面 接一個穩定的Voltage進來 當作我的Reference 那我可以是給這個plus跟minus 可能是高的值低的值 那我也可以利用它內建的一個Voltage Reference 這個內建的Voltage Reference 會給各位的是2.5V跟1.5V兩個值 你可以選 所以如果說你知道你今天的Input的這個Voltage 最大不超過1.5V那你就可以選1.5V 那你說最大不超過2.5V就選2.5V 如果最大超過2.5V呢 那你就不要用 因為你的電路沒辦法讀 好 所以這個叫做Reference 我們後面會再來談 再來這邊這塊就是Clock對不對 Clock Source 我們剛才講我需要有Clock Source來推動它 固定時間讀 這個我們都很了解 所以我可以從A CLK M CLK 或是SM CLK 抓我的Clock 好 再來就是Trigger 我到底怎麼樣產生Conversion 什麼時候會叫它去Convert 那麼這邊會有幾個地方 這個是從CPU送來的信號 CPU可以去設一個Register 這個Register裡面有個特別的bit 叫做ADC-10SC 我設了這個bit 就會去驅動這個ADC 去開始去Sample一個資料 另外這三個東西就是從Timer A來的 我們剛才講從Timer A它會有些信號進來 那這就是Timer A的三個叫做 我們剛才覺得Timer A裡面不是有幾個叫做Compare的這個Block嗎 對不對 所以那三個會個別產生一些信號出來 所以可以用那些信號來驅動 所以這邊有個信號代表 就代表說Counter A Timer A那邊已經算到一個時間 來驅動它去抓這個Data了 所以這個是Conversion的Trigger是從這邊來 所以它這整個電路的這安排就有符合 就根據我們前面講的那些Requirements 它會有這樣子的一些Design 好 那麼很快的來看一下幾個重要的component 第一個就是Sample and Hold Circuit 所以這邊講的就是這塊Sample and Hold 那Sample and Hold的電路非常簡單 就是一個電容器擺在這裡 我們外面進來的這個Voltage 是一個連續的Voltage對不對 外面進來是一個連續的Voltage 這個連續的Voltage 我只要這個Sample的這個命令一下 它這邊1Arm對不對 1Arm以後它這個信號就會去充電嘛 所以充電之後就會把它的那個信號的強度 把它充保 然後我這個Sample的值這個1Off就斷掉了對不對 所以它剛才所留下的值就被存留在這邊 然後這邊的這個值就可以去推動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Successive Approximation的ADC 然後它利用幾個Iteration去逼近它的那個Digital的值 那它的Voltage值就在這邊被Keep下來了 那麼既然這邊是斷掉 所以我後面的值再怎麼變化 都不會影響到我的值 所以這叫做Sample and Hold 就是去取個樣同時把它的值抓住 保留在這裡 所以這裡就變成是一個Buffer 把它這個Timer的值存在這裡 很簡單 再來我們剛才已經介紹過這個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Register 我們說它的Output是10個bit 它結果會寫到這個Register裡面 同時去Raise這個信號 講的就是這件事情 它會把它存到這裡 同時去把這個信號設為1 那設為1之後 如果Interrupt有被Enable的話 就會去Interrupt CPU 再來我們這邊講的是Build in the Voltage 這塊講的就是最上面的這塊東西 所以這邊就是提供一個兩個穩定的Voltage的Level 我們可以跟我的Input信號做比較 然後去設定我的這個Binary的Data 所以它有兩個值 一個是2.5V 一個是1.5V 那麼怎麼樣去設定說要使用這個Voltage Reference 就是在這個Register裡面的這個bit 設它為1來選擇說你到底要選 去Enable這個Internal的Reference 那麼這個Register裡面的另外這個bit 去設為1的話就可以去選 我到底要在2.5V跟1.5V裡面選 所以這個Reference的這個bit就是兩個bit 去設了以後就可以選了 那麼這邊有一件事情要很注意的 就是說這個Voltage Reference 一旦我選了以後 它需要花30個Microsecond 等它變成Stable 也就是說我在寫我的軟體的時候 我不能去設了那個bit之後 我去假設說我立刻就可以用它的值了 它這整個這塊電路需要30個Microsecond 才能夠達到穩定的狀態 穩定的狀態我才能夠跟人家比 如果它本身的信號不穩定 我跟人家比的話就沒有1 所以變成說我們凡是要用這個Internal Reference 我的這個軟體裡面就要給它一個30Microsecond的Delay 才可以用 好 那這段Code是長什麼樣子 我後面會再給各位看它的Sample Code 好 再來就是這個Sample and Hold 這Circuit的Source可以有幾個地方來對不對 這邊講的是什麼呢 講的就是這塊東西 因為這塊東西是做Sample and Hold 所以等於這塊東西去Trigger說我今天要開始做Conversion 好 那我們有一個可能性是去設這個bit 這是由CPU去設 告訴ADC說我今天要去讀一筆資料 或者說是由這個Timer A的信號產生的 那麼這邊就要回到原來的Timer A裡面的Capture Compare的Block 我們各位再回過頭去翻 最早的這個Timer A裡面的東西 那Timer A裡面的我們通常以前跟各位介紹都是這個TACCR 因為TACCR是存一個我要看到什麼時候會產生Alarm 要把那個值存在這裡面 然後這邊會有個Compare 跟那個TAR的值做比較 然後會產生Alarm 那下面這塊電路一直沒有跟各位介紹 這塊電路是在做什麼呢 這塊電路其實就是產生一個Output信號 等於說我這邊Counter 看看 看得到時間到了 它除了去設一個bit以外 它會去送出這個信號出來 那這個信號會接到ADC 然後就去告訴ADC說你現在要去做Sample了 所以你可以想說這個Out2這個信號 它用硬體的方式接接接接 接到這裡來 給ADC用 好 這樣的話這邊是在硬體的level 它就串起來了 它這件事情就不需要透過CPU來操控 好 那這就是 那怎麼去設定它呢 有一個叫做Alter Mode這個bit 這個bit在Timer A的這個Register裡面去設它就好 好 這個我們後面也都會跟各位有機會介紹到 好 望鏡跟各位稍微提醒一下 我們說這邊一定要等30個Microsecond嘛對不對 所以變成說你的程式碼裡面一定要有一段code 讓它設定完這些bit以後叫它去等30秒 30個Microsecond 那怎麼去等呢 當然還是要依靠Timer A來幫我算 好 最後就是Data Transfer Controller 那這塊東西我們剛才的電路上沒有秀 對不對 這塊沒有秀 你可以想說這塊電路是放在下面 這樣子 所以是下面這邊還有一塊電路 那塊電路是做直接把這資料從這邊 從這塊讀出來就寫到Memory裡面去 好 那這塊電路怎麼做 是這樣子 這邊有個ADC-10 Memory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ADC-10 Memory進來之後 透過這塊電路 它就直接把它寫到Memory 或是Flash裡面的某個地方 這樣 那麼怎麼樣去寫 很顯然就是你在這裡面要告訴它 這邊的開始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一共要寫多少個byte 那麼一旦把這個資料給它以後 它沒事一sample出來新的資料 它就透過 它就直接寫到Memory裡面的 對應的位置 然後自己會去count說 到底要寫在哪個位置 所以這是一個特殊的電路來做這件事情 好 那這裡面的設定就是要去設定一些特別的bit 但是我們後面的實驗不會用到這塊 所以我只是跟各位講說有這個東西 那我們在這個學期不會用到它就是了 所以就沒有講得太細 好 那麼ADC時會產生interrupt 對不對 那它會有個 那整個ADC時只有一個interrupt vector 好 那麼 產生interrupt就是ADC 如果沒有用到DTC DTC是什麼 我剛剛 DTC就是它啦 就是如果我沒有用這個 連續的傳資料到Memory去的話 好 那麼這個flag一被設以後會產生interrupt到CPU 那如果這個幣有被設 那麼就是說當這整塊資料全部都傳完了以後 它才會產生interrupt 那這個interrupt就會產生CPU的interrupt 然後它就去run個service routine出來 所以這是ADC時的interrupt會產生這樣子的 那主要就是在這幾個地方要去設 好 那我們待會也會再來看 好不好 我想今天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那然後下個禮拜一 我們會繼續把後面的sample code跟各位講 我們下個禮拜一的作業 就會做這個是跟ADC有關的 那我個人覺得ADC稍微有點複雜 所以各位可能要用心的去study一下 怎麼樣去設 好 优优优优独播剧 周固 感谢观看